透过求学来逃过牢狱之灾 接下来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在台北2000年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一起砍杀女友的案件 而这名凶手遭到逮捕之后判刑 但是他根本就弃保潜逃 而逃亡之后 他却继续地在学校用本名来注册 完成了大学跟研究所的学业 而且2011年的时候 他考上了博士班 今年4月遭到了警方逮捕 学业还被迫停摆 也因此让校方非常震惊的是 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一名博士生其实是杀人犯 韩剧《海德者只有与我》 这部片中男主角玄冰 饰演患有双重性格 既善良但又最邪恶的男人 这样一个人拥有两种人格特质 竟然也发生在台湾校园里 救逐台大心理研究所的理性博士生 惊传他是15年前一宗骇人听闻 砍杀女友的主贤 但却能透过求学平安度过这15年 15年前理性男子翻案之后 在逃亡期间 他不但念了大学研究所 还在去年考上了台湾大学 心理研究所的博士班 一直念到了今年4月 才被发现原来他是一名同期犯 根据了解理性男子2000年3月 和女友争吵谈判 最后恼羞成怒 迟到追砍女友七刀 造成女友重伤 年底理性男子遭判刑8年 但上述期间他竟然弃保潜逃 就在这段时间 理性男子完成了大学学业 还取得台师大硕士学位 2011年更考上台大博士班 同年6月份入学 念了将近4年 2015年4月份遭到警方弃捕归案 学业也因此停摆 没有人通报或是没有 就是对校方怎么不知道 我会觉得这是学校方面的漏洞 收集的相关资料里面 不会去调查同学 是不是有这些方面的前科 他能够在休学期限 借满之前 重新再来这个注册 来念的话 当然就不会有退学的问题 校方以学生入学前犯案 表示不会撤销理性学生的学籍 不过理性男子 设犯重罪还潜逃 恐怕复兴完 要再回到校园 应该很难的 记得中文报道